今天是2024年2月27星期二 我来介绍我翻译的一本图书 《荣耀生命》 这本书是2020年9月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风格 跟爱阳格的传记《生命之光》是一样的 都是红色 因为都是属于同一个瑜伽系列 这本书介绍的是印度科学研究瑜伽的先取 库瓦拉亚南达的传记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录 库瓦拉亚南达 他主要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马尼克劳教授 他是一个体育大学的教授 另外一个是摩达瓦达萨 他是一个神棍 就是像中南山的普光法师那样的人 我们来看第54页 在这里 库瓦拉亚南达 在文章中吹捧自己的老师 马尼克劳教授 这位老师被他的学生尊称为巴祸 巴祸是对他的尊称 我们来看文字 他手无寸铁 与携带武器的人对抗 利用自己娴熟的技术 转眼之间就让对方缴械投降 甚至有性命之游 就是说 他能像那个马宝国一样的人物 能手无寸铁地跟持有武器的人搏斗 并且能够胜利 这是库瓦拉亚南达对他老师的吹捧 我们来看第91页 这里介绍的是他的另外一位老师 神棍老师 摩达瓦萨 库瓦拉亚南达 想让他的老师带他去拜见真正的瑜伽市 他的老师就带他去做岛屿 结果根据他的记载 他真的看到了神迹 那个人正在将内脏从嘴里掏出来进行清洗 库瓦拉亚南达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是自己的幻想还是白日梦呢 于是因为见真了这样的奇迹 他开启了他的瑜伽研究的科学探索 库瓦拉亚南达试图利用科学来研究瑜伽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人用科学来研究马宝国的武功 结局必定是一无所获的 我们来看复录中的第十八封信件 也就是第四百四十八页 库瓦拉亚南达 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一个练瑜伽的瑜伽市 具有繁老还童的技术 他用这种技术让自己年轻了二十岁 这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 于是他就写信给报纸上所称的见证者坤朱 他向坤朱求证 因为报纸上写这个坤朱亲自见证了这一个神迹 结果坤朱给他回信 我们看第四百四十九页的回信 这个坤朱告诉布尔亚南达 他的确像这位瑜伽市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但是报纸上写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夸大 其实都是造谣的 大家来看 你会发现报纸上记者所写的 与我真正所说的话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报纸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就会乱造谣 在这封信的第二页 这个坤朱还说 报纸上说这个瑜伽市长出了新的牙齿 其实根本没有长出新的牙齿 而且他的头发是灰白的 就是说这全部是造谣的 库瓦拉亚南达用科学来研究瑜伽 结果研究了一辈子 啥都没有研究出来 这说明印度的神棍 其实都是瞎吹乱造 就相当于佛教的造谣一样 都是一脉相承的 佛教也就是跟印度的这些神棍学习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这本书 自己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所谓的科学瑜伽的先驱